那位王德峰教授特别喜欢谈佛教 但是由于他的佛教确实是不了解其中三妹 因此闹出很多笑话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例如他谈昌阳家措的爱情诗 说什么呢 说昌阳家措的爱情诗是把爱情收归佛门 这句话就暴露 他既不懂佛门又不懂爱情 更不懂昌阳家措 叫强作解人 这昌阳家措爱情诗的这个魅力在哪里 这内涵一种巨大的张力 什么张力呢 入室和出室 佛心和凡心 这种巨大张力 大家知道这个昌阳家措的背景 他本来是父母是宁马派教徒 弘教可以结婚的 因此有个情儿 但是后来由于政治原因 被迫到了达赖六世 入了皇教不能结婚了 和情人就不一样 可以说是火达拉的分开了 这给他带来巨大痛苦 那么身在佛门 沉原未断 情思未了 这个矛盾形成了 成了家说爱情诗的独有魅力 你看他写的诗是吧 那一夜我钻变了所有精通 不为操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我磕长头拥抱尘埃 不为朝劲 只为体贴你的温暖 你瞧他把佛家的法器移轨啊 变成了倾诉他的炽热深情 一往情深的这样一种意象 大家说这个非常了不起 你看他那首最著名的诗是吧 只恐多情损凡行 露山又恐别清城 世界安得两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倾 这是千古名句啊 不负如来不负倾 各位啊 就那入诗和出诗 是吧 清风黄雀和花节约下的矛盾 这种矛盾啊 格外感人 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间的事啊 大家知道 十之七八不如意啊 其实呢 爱情的不如意 情感都不得满足 这是最大的不如意 而那个畅阳家措恰好啊 就是在这个情感的纠结中啊 聊此缠身 他很年轻就去世了 说这首诗确实是千古传诵 他最大的魅力算是吧 那种入诗和出诗啊 佛门啊 和这个红尘之间 这个矛盾张力表现得非常生动 用独有的意向 这个非常了不起啊 说畅阳家措的爱情 是魅力在这里 那么像王德峰所说的啊 把爱情收归佛门 那么我想问了 收归佛门还是不是爱情了 如果是爱情的还是佛门吗 如果收归佛门的不是爱情了 那是收还是灭啊 所以王德峰 确实不懂此中三昧 就强作解人啊 各位 如果像王德峰说的那么简单 哎 参加所有的爱情 是哪里会有那么大的魅力 各位啊 为什么那么动人 因为他是个多情的和尚 英勇啊 为什么那么 令人啊 销魂啊 他是一个和尚的多情 那种轻松 这才是畅阳枷锁 说王德峰先生啊 不能这么强作解人 忽悠你的学生